孟昊神色平静 冰勇右手抬起 直接向着大海猛的一暗 这一暗之下 随着冰勇身上蓝光闪耀 眨眼间冰勇下方的大海 肉眼可见的冰风 急速的蔓延 咔咔之声传出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放眼看去整个大海 瞬间成为了冰雕 海浪被冻住 那一条条触手 也都成为了雕像 就连海底下之前 散出古境气息的存在 也都在这一刻 彻底冰封 冰勇迈步 带着孟昊直接飞向半空中 踏入到了出口内 出现时 他在这藏谷地内 距离中心的位置 似更近了一些 没有在选择上迟疑 凭着冥冥中 风妖的共鸣 孟昊踏入第三处裂缝内 一次一次 在短短的数日内 他走过了上百道裂缝 其中绝大多数裂缝里 都有堪比古境强者的存在 还有三道裂缝 孟昊遇到了近似古境巅峰的恐怖生灵 而最危急的一次 他在里面居然遇到了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身体虚幻 可爆发出的修为 居然是准到至尊的境界 那一战惊天动地 兵勇虽胜 可也受损 一路走来艰难的程度 让孟昊心惊 若非是兵勇 以孟昊自己的力量 根本就无法踏入这里 可以说 这一次的造化 本不属于孟昊 孟昊觉得艰难 可在藏古地外的方道红看去 孟昊这里的运气 让他再次震撼 他身为家族的长老 知晓着藏古地的恐怖 这里十万裂缝内的世界 并非固定 而是会时刻变化 其内天地中 有的会出现灵境 有的是仙境 有的则是古境 至于准到境界 也有很多 而最恐怖的则是道境 且从裂缝内踏出时 完全是随机出现的 就使得想要通过此地 更难了 这里是当年一代老祖晚年时 亲自创造出来的 诡异神秘 他闯了一百多次 每一次都似乎是正确的 距离中心越来越近了 不但是方道红这么认为 就连半空中的第七组 也都看着孟昊从一处处裂缝内出没 暗自心惊 这小混蛋 莫非是知道路线 不能啊 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路线 可他运气也太好了一些吧 基本上没有浪费一次 每一次走出的裂缝 都距离深处 更近一步 在方道红与第七组的吃惊中 孟昊再次踏入一道裂缝内 不断的前行 终于在一天后 当他从一处裂缝走出时 他踏入到了这藏谷地的中心 在他的前方 有一座巨大的石碑 屹立在大地上 散发出阵阵幽光 可在孟昊的墓中 他看到的不是石碑 而是那穿着长袍的青年 他盘膝坐在那里 此刻抬起头 向着孟昊看来 二人目光对望的瞬间 孟昊脑海轰的一声 他处袋内的风妖骨欲 前所未有的强烈震动 你能走到我的面前 修为应是骨质巅峰 距离道境只差意思 对于本源也有深刻的了解 当年我离开山海大界时 有人告诉我 让我留下一道神识 这风妖一脉的未来 留下一个希望 所以我留下了道法 散在山海界内 被无数人获取 在整个九大山海里 以我的法 创造了一处又一处 藏骨之地 任何一处 藏骨之地 都有我的法 唯有风妖一脉 能获真正传承 这里你所看到的 只是其中一处 九大山海 一共九万多处 法可众人名 但传承 只限四次 四次后 藏骨之地内 我留下的神念 将消散山海间 不再闲话 如今 正是 第四次 我非山海 大界修士 意外到来 机缘巧合 成为五代 风妖 只能存 山海大界 一千年 我的近 名为 正与反 虚无裂缝 如一面镜子 正与反 在镜子里 也在你的心里 这里有十万裂缝 这里是我的 风妖第五近 正反近 青年 轻声开口 右手抬起时 在他的手心内 出现了一道 细微的裂缝 在他手心内 缓缓的旋转 与此同时 这四周 十万裂缝 全部随着 一起旋转起来 这诡异的阴幕 让第七祖 与方道红 睁大了眼 脑海 嗡鸣 这是正与反的 本源 我说正 则可 吞天地 青年 淡淡话语时 所有的裂缝 都在这一瞬 猛地张开 整个藏谷区域 整个祖地 都在这一瞬 仿佛扭曲 甚至在这一刻 外界的方箭 包括整个东圣星 都在这刹那间 出现了扭曲 仿佛有一股 无法形容的恐怖之力 要将东圣星吞噬 这种恐怖的进法 让孟浩心神轰鸣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第五进 居然有如此惊天动地之力 我说反 则 是 苍穹 青年声音再次传出后 所有的裂缝 猛然间收索 在收索的一瞬 藏谷区域 祖地 方家祖宅 还有东圣星 眨眼 恢复如常 这一切转变得太快 以至于绝大多数人 都没有察觉变化 可在方家祖宅地下 那石窟内 方家的那几位老祖 原本不会苏醒 可在这一瞬 却是全部身体震动 一个个刹那间睁开了眼睛 尤其是在最深处 那位方家第一祖 在他睁开眼的刹那 苍穹失色 天地变化 正于反 春于事 这是我的禁 坐在我的面前 感悟我的禁法 风妖一脉 久禁归一时 山海大界 回归风妖 若你有机缘 离开山海大界 若世间还有我天平子 你可来寻我 我欠风妖一脉 我为你互当 轻言淡淡开口 闭上了眼 孟昊身体一阵 呼吸急促 他明白 这里本不是如今的自己 能到来的地方 或者说 这第五禁 应该是他修为到了 古之巅峰后 才有资格去触摸的禁法 可如今 因兵勇 以一切提前了 孟昊眯起双眼 没有立刻轻举妄动 六代风妖那里 让他感受过危机 此刻很是谨慎 观察了许久 他有些迟疑 他没有在五代风妖这里 感受到危机 风妖古欲 也没有异常 陈寅忠若是就这么放弃了 孟昊不甘心 可惜第二本尊碎灭后 始终在温养 否则的话 可以让第二本尊去尝试 孟昊深吸口气 眼中露出果断 富贵险中求 与其放弃 不如去赌一把 他再没有迟疑 迈不间来到了青年的面前 默默一拜后 警惕之心不减 全身修为弥漫 若是不妙 他会第一时间展开 所有神通逃走 兵永难里 也在孟昊的神念下 全神灌注 在旁守护 孟昊这才盘膝坐下 在他打坐的刹那 青年的手缓缓落下 按在了孟昊的眉心上 两个人仿佛隔着岁月 与虚无碰到了一起 这是隔代传承 隔着树代 隔着岁月 隔着距离 在这坊家的足地内 进行了这一场隔代传承 一股仿佛道河天海的冲击 从青年的手 直接涌入了孟昊的眉心 一瞬间就仿佛要将孟昊的心神崩溃 将他的脑海撑爆了 孟昊内心轰鸣 如有无数雷霆炸开 面色瞬间苍白 嘴角溢出鲜血 生死危机之感 强烈的同时 他没有从对方身上察觉到杀意 这只是因自己修为不足 从而在传承中 无法支撑引起的危险 他一咬牙神色果断 坚持去传承 这本应该现在不属于他的传承 他的身体渐渐处于虚幻与真实之间 他的气息在这一刻缓缓虚弱 仿佛生命之火 慢慢暗淡 天空上的第七组 宁神望着孟昊 露出疑惑 他看出这脏骨之地 因孟昊的踏入 出现了一些不同之处 仔细地看了孟昊急眼后 忽然的第七组双目默然收索 隐隐察觉到了一些什么 神色动容 神吸口气 他在接受传承 这脏骨地内多少年来 虽然能踏入的族人不多 可也还是有一些 那些裂缝是试炼之地 非传承所在啊 这孩子 他居然能在这里感悟到传承 第七组望着孟昊 脑海嗡鸣 他感受的是谁的传承呢 第七组目光深邃 沉默下来 看了一眼远处的雾中天 时间慢慢的流逝 孟昊的气息更虚弱了 生命之火越发的暗淡 这一幕亲眼看到之人 知晓是传承 可若是在血脉预检上所看 分明是孟昊这里 正处于即将死亡之中 尤其是在这祖地内 除了方道红外的 其他六个黑衣人 他们在查看血脉预检时 能清晰地看到 在代表孟昊的光点 虚弱暗淡的同时 方道红的光点 距离孟昊非常近 这就给人造成了一些错觉 似乎孟昊如今的虚弱 与方道红有关 如今在这祖地的 其他六个黑衣人 虽说都谨慎 可性格却不同 有的果断 有的迟疑 有的心有犹豫 有的决定一搏 这方号身上必有重宝 所以他才会连杀两个古镜长老 可这宝物以他的修为 必定无法摧发太久 如今方道红在此子附近 可却始终没有死亡 这是一个机会 距离孟昊所在的地方 约莫有数千里外 一个穿着黑色长衫的中年男子 目光闪动 他样子消瘦 鼻子微弯 给人感觉很是阴沉 能让尽先修饰 击杀古镜的至宝 黑衣中年男子迟疑了一下 又看了看血脉欲减 当发现其他六人里 已有两人向着孟昊那里靠近时 他双眼猛地露出果断 我距离最近 小心一些 应该无碍 他再没有迟疑 一晃急吃而去了 与此同时 在其他两个方向 也有两个黑衣人 打着与中年男子一样的心思 急速地飞行 向着孟昊所在的位置 不断地靠近 至于另外三人 有两个犹豫之后 选择了谨慎 还有一人 他是一个老者 此刻站在祖地的路口 原本是守护神像所在的位置 他呆呆地 看着那坍塌的山脉 看到了遍地的废墟 看到了让他无法置信的处处残壁 他心头一颤 瞠目结舌 半晌之后 倒吸口气 守护道相 没了 老者心神 掀起大浪 身体震动 他的目中露出骇然 此刻的他 立刻就想到了 第一个死亡的古镜长老 就是死在了这里 他几乎瞬间 就想到了原因 可是答案 让他觉得无法置信 但这似乎是唯一的 可以解释全部的答案 让他无法不去相信 那方浩 他莫非能控制守护道相 老者倒吸口气 拿出血脉欲减 看着代表孟浩的光点暗淡 又看着其他三人 正飞速地靠近 在祖地内 他无法通知其他几人 此刻看着那三人 仿佛看到了飞蛾扑火 若这几人也死亡了 就证明我的猜测没错 那方浩 他的确可以操控守护道相 老者呼吸急促 他内心千万个不敢相信 可似乎除了这个 没有了其他答案 时间流逝 很快就过去了三天 孟浩在这祖地内 已渡过了近一个月 此刻的他盘膝坐在石碑下 闭着眼一动不动 他的气息已经虚弱到了极致 生命之火 似乎随时可以熄灭 在他的脑海中 如今有雷霆轰鸣 阵阵与第五进有关的传承 在不断的融入进去 形成了画面 好似让他沉沦在了深渊内 使得他的脑海如被强行的拓开 那种撕裂的剧痛 让孟浩如沉浸在炼狱中 以他的修为 无法承受这样的传承 永恒境界早已开启 不断地让孟浩的心神 不被撑爆 不被崩溃 而他的肉身真仙 也在这几天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维持着他的内心坚定如一 在他的脑海中 随着第五进的传承 不断地涌入 渐渐勾勒出了一个图案 那是一只手掌 在他脑海里缓缓地翻转 时而是正 时而是反 在那正与反中 仿佛藏着乾坤 藏着天地大盗 而他的四周 这片藏谷地内 那些十万裂缝 此刻都在如同呼吸一样 时而闭合 时而舒展 远远一看 如同十万只眼睛 在诡异的壁上 睁开 周而复始 三天的时间始终如此 这一幕 早已将方道红看得 是目瞪口呆 道西连连 他对于梦浩这里 再次震撼 越发觉得梦浩恐怖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 任何一个进仙的修士 能做到如此程度的事情 甚至连听说 都没有听说过 他若成仙 必定惊动东圣兴 方道红目露齐光 他忽然觉得 自己被梦浩控制了生死 似乎不是一件 特别无法接受的事情 天空上的第七组 一路看着梦浩 在祖地内所有的事情 心中的那种震撼感 远远超出了方道红 他的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看着梦浩 隐隐私有种 看到了方家未来的感觉 他已肉身针鲜 体内仙气 凝聚已快要到了尽头 在他的身上 我没有感受到通仙藤的气息 或许 他的通仙藤 已融化在了法像中 那么这孩子 他成仙之期 不出百日 未来的他 必定是我方界的支柱之一啊 不出百日 我们的感觉 不出百日 之后 我感觉 不出百日